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Vicky 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 然后我整理了一些近半年来 我用空瓶的 然后觉得使用效果也非常好的护肤品 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我首先讲一下我的皮肤特征 我以前是比较油性的那种皮肤 但是我发现我来了温哥华之后 就是变成混油性的了 我的K-T比较容易出油 但是我的脸颊有时候会非常干 然后我平时皮肤是属于比较好的那种 其实我不怎么会容易过敏 然后也不会长痘 但是一旦我长痘了 我的痘痘就是很久很久很久 大概要几个月才能完全消除 所以我也非常害怕长痘痘 如果你的皮肤特征和我是比较相似的 那我推荐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等一下要介绍的产品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种草 毕竟适合自己的还是最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资深糖的红妖子精华 它非常火 然后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我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我的 像我们这种20到25岁的女孩子 我之前用过亚诗兰黛的小棕瓶在遥远的18岁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会选择用亚诗兰黛的产品 然后就有很多小样 然后我就用那个小样 但是我发现我对小棕瓶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它并不能给我的皮肤带来很明显的改善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皱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资深糖的红妖子 我觉得它最大的功效就是镇定维稳 它会使你的肌肤就是不容易那么敏感 然后呢也会有一点点淡化动应的作用 但是它里面的话是含有酒精的 所以敏感肌一定要非常谨慎的考虑它啦 第二个的话我是想推荐这个 雅诗兰黛的这个叫什么 万能眼霜 然后它的学名好像叫多效质眼眼霜 就是这个精品的 我觉得它是我使用多款眼霜下来 最能改善眼角细纹的 因为我就是经常会笑嘛 然后冬天的时候皮肤也比较干 所以我眼角经常这一块笑的地方 经常会有一些纹路在这里 然后我们知道眼霜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保湿 使你的皱纹能够细纹能够平复一点 那我觉得它在这方面是做的 比雅诗兰黛的那个棕瓶眼霜 好像是什么抗蓝光眼霜做的比较好 包括它的质地是偏白色的 也会比那个棕瓶眼霜更加浓稠一点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细纹想要改善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个小精品 然后还要说的一点就是 这个精品的眼霜它的适用年龄是25岁到30岁 如果用眼霜的话我觉得还是越早用起来 它的效果越好 所以大家如果发现眼部已经有细纹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起来了 第三个我想推荐的是这个倩碧的洗面奶 它就是这样一个绿色的瓶子 但是它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油性肌肤 一个是干性肌肤 然后第三个是中性肌肤的 自从我用洗面奶以来 我就是一直用的是它 我用过油性的 油性的话它上脸是那种比较清凉的感觉 然后中性的话上脸就是比较温和 没有任何feel 它用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脸不会干干的 然后也不会假滑 特别清爽感觉脸洗干净了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没有什么泡沫 因为我的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洗面奶有很多泡沫 所以我就会选择它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姐妹是会比较喜欢有泡泡的 那我觉得它就是不能带给你泡泡 不过其他的话清洁力啊使用感受啊滋润度啊 它都是非常靠谱的 下一个推荐什么好呢 OK这个 这个是一个fresh的black tea红茶面膜 它也算比较有名吧 这个白瓶它不是一个睡眠面膜 那个睡眠面膜应该是一个黑的 它的话就是它的质地是像一个土豆泥一样的 就是绵绵的但是我已经把它用光了 所以就不能展示给大家看 它上脸的话是有一种非常清洋的感觉 然后很适合夏天用 所以它的功效也就主要就是维持镇定 使肌肤索水能力更强 然后解决一些痘印啊敏感泛红的一些问题 我就是一瓶用下来觉得它还真的蛮好用的 它的香味也非常的好闻不刺激 我比较推荐大家夏天去用它 因为它有点凉凉的 冬天的话可能会有点冷 你敷上去大概十分钟的话就可以洗掉 然后洗过之后你会发现那脸比较水润 而且有一点花花的感觉 它里面的成分的话也全部都是纯天然的 所以敏感肌也可以入这个面膜哦 最后一个我想推荐的是这个 维密的一个身体乳 它的身体乳有很多系列不同的香味 所以我记得这一支是我在线下的实体店 我一个月去闻然后买的 这个的话它的系列是Velvet Petals 然后它的名称叫Noir 我自己的使用感觉 Velvet Petals系列 叫什么怎么翻译 天鹅融花瓣系列 都是比较香的 用上它你就是人间富贵花 这一支的话是比较浓郁的香味 但又带一点这种自然植物花朵的气息 就是那种甜甜的清新 但是又很香 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形容香味的词语比较匮乏 大家可以去实体店闻一下 然后看看自己适合哪一款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就整条视频都没有广告 全属是我自己使用的感受 我之后会把我刚才讲的产品的名称 和它的品牌都打在视频里 大家可以去找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推荐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 拜拜